摆扬 老大提一个问题 请问庄老师在每次项目拍摄 对影像里的造型是如何把握和确认的 能不能分享一下现场跟摩托沟通 他也是提到沟通 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一个是造型一个是沟通 我觉得沟通咱们说过 主要是这个造型怎么确认 造型的话 我一般会根据我的要求给造型是一个方向 但我不会把它定时 对 因为可能出自尊重 造型师他可能也会很想听听我的意见 但我只会给一个方向 然后让他们来发挥 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什么 那么我同事也要求他们能给一个 他们能给我什么 我不要只有一个方案 因为如果把这个方向完全定死 就一定要这样定死之后的话 那么其实我在无形中是扼杀了很多可能性 也就是说你会给化妆师造型师留有一定的发挥的空间 对 我有一个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对 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 对对对 能做出来的东西 对 那么 沟通的话 刚才声张分学员到底要给一个尊重 沟通的话 我还要权限 beim尊重 就是说 嗯那个 比如说我跟模特在沟州的时候 在跟模特在沟通的时候 那么比如说需要整理衣服 整理衣服我能自己整理的话 我可以自己绞 就是会让我都觉得说 你很在意我 那么你要再去整理他衣服的时候 你要跟他打招呼 现在很多人没做到 对对对对 尤其这个异性模特的真经接触 我自己要弄一下 得到一个许可之后 对你再去弄 那么你亲自去弄这个衣服 跟助理去弄那个衣服 给模特或者给客户的体验 它是不一样的 它的参与感会不一样 明白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叫石小培 我有个问题 举手 现在大部分提供商业摄影的工作 基本上都是电商的产品用途 再加上未来网速提升 视频更便捷 现在商业摄影是否在未来发展 会很难很艰难 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可谈 因为我在早几年在上课的时候 我就已经预言过 之后肯定会是一个视频的时代 对那么我感受了感受这一波机遇 其实是因为我们早上做了很多视频 那么我们当时做了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两机的时代 我记得就是去餐厅吃饭 我们还问说你们的WiFi是有啥 所以在那个年代的话 那么很多摄像师 他很羡慕摄影师 他觉得说我的一部作品 我上传上去可能大家没有网络 他可能先码回家再看 回家可能就没有看了 对对吧 对所以说他觉得说传播性完全没有 没有图片那么快 但现在我觉得现在是30年合同 30年合同现在反过来 现在可能大家对图片反的 有点无动于衷啊 对抖音啊 对视频啊 对大家可能更热衷一点 视频的内容会更多 会更多 所以说我觉得摄影师在将来几年 可能会面临到一个挤压 特别是我觉得在金字塔 就是我们中间这一段 大部分的摄影师 可能会受到视频的一部分冲击 还有就是我们普通的 大家有个拍照片 对所以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 对所以我觉得要做一个突破的话 那么就是不要一条可以走过 对还是都要 它本身是通的 对对对 你做摄影不影响你 去成为下一个摄像师 对对对 好 那